大家好 每天一款实败车 我是老司机的黄磊 今天来看全新一代的奥迪A7 我也是终于在4S店里面发现了它 这辆车跟全新一代的A8都是来自于MLB EVO平台 所以这两个车是有很多地方相似的 从外观到内饰很多地方都是很像的 那我们一点一点的说 首先是外观 前脸部分 中网用的是奥迪全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这个六边形的中网很大 然后基盖上面可以看见是有很多凸起的 跟A5是一样的 我觉得新款奥迪的轿跑车型应该都会有这个设计 然后大灯用的是矩阵式的LED大灯 这个大灯往上你还可以选装激光的大灯 然后往下的低配车型就是LED的 但是就不是矩阵式的了 整个前脸并没有看见ACC自适应巡航的探头 这个功能是需要选装的 不过这辆A7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跟A8一样达到L3级别的自动驾驶的功能 然后往下整个前脸的这个运动的包围也是非常好看 并且它的这边也可以看见 这个是一个真的导流的孔 它这个是把气流导到轮拱的位置 从而去减少前轮的空气阻力 那来到侧面是这辆车最好看的一个角度 一个大的溜背的设计 真的非常漂亮 并且这辆车它的车长跟轴距相比于上一代车型 变化都不是特别大 然后细节上可以看见 轮圈用的是一个非常大尺寸的轮圈 21寸的 轮胎宽度255 不过我觉得这么大尺寸的轮圈 这个轮胎应该比较容易各破 所以开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的 而且前轮这边你可以看见 里面有一个非常低调的六活塞卡钱 为什么说低调呢 因为它这个颜色就是一个铁灰色 其实不是特别起眼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来 应该回去第一件事 就是把卡钱喷成一个比较骚的颜色 然后再往后就是这个无边框车门 可以看见 也是很漂亮很骚的一个设计 不过它的后门 这个玻璃放到最下面 也就是这个高度了 可以看见 其实感觉就放了一半 这个感觉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下面去看一下车尾 车尾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这个贯穿式的尾灯 这个尾灯是到A7往上才有的 往下的A6L就都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高端车才有的特征 然后它的尾灯跟A8是一样的 也是像在熄火的时候 它会两边一直顺到中间的一个灯条 看起来就非常有科技感 非常高端 然后往下就是双边共两出的排气 但是都是隐藏式的 真正露在外面的是一个装饰 我觉得这也是为了电动车时代 做一个准备 就是提前让你适应 没有排气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尾标可以看见 55TFSI还有Quattro的四驱系统 这辆车搭载的是一个 3.0涡轮增加48弧轻混的 这么一个动力系统 这个发动机的动力 是340马力500牛米 匹配一个7速的双离合变速枪 所以整体的它这套动力系统 是比上一代的50TFSI要稍微在参数上大了一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后备箱的表现 打开后备箱 这辆车的后备箱真的非常大 跟上一代车型一样 是常规容积525升 然后后排放倒之后是1390升 是主要源于它的溜背的造型 所以后备箱真的特别大 实用性很高 不过这么富贵的车我就不进去了 然后配置上有挂钩锅点 也有照明灯 然后这边还可以看见有12伏的电源 所以你在后备箱插一些冰箱之类的东西 也都是可以的 然后盖板下面 是一个非全尺寸的备胎 这个还不错 下面我们去看一下车内 坐进车内 整体的科技感营造真的非常到位 像这三块屏幕看起来非常的炫酷 并且它的这三块屏幕分工也是很明确的 像前面首先是全眼睛的仪表 然后中间的这块屏幕上面的这个 是显示多媒体的一些信息 还有车辆的一些基础设置 并且全景影像也是在中间上面的这个屏幕去显示的 然后下面的这块屏幕就是空调的一些信息 还有作意加热 并且这块屏幕还可以当做一个手写板 而且它的手写板的识别还是非常灵敏的 不过中间的这两块屏幕还是会有一点沾指纹 感觉像指纹收集器那样的 然后这辆车先期预售的是两个版本 一个是55TFSI的动感性 还有一个是55TFSI的竞技型 这两个版本主要的配置差别就在于 一个是HOD的抬头显示 还有一个是空气悬架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前排的座椅通风 低配的是需要选装的 高配就是标配 然后价格上一个是81万多 一个是88万多 不过这两个版本它还是有很多功能 是需要你自己去选装的很多科技性的功能 比如说后轮的主动转向 然后变动的音响 像这辆车就是一个小的BO音响 没有看见高音塔是没有的 那个是需要选装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主动刹车 车道偏离预警 这些功能也都是需要选装的 然后看一下前排的储空间 门板那边有一个小的储格 不是特别大 然后中控台这边 因为它有两块屏幕 所以就没有放手机的储格了 只有这边两个杯架 然后里面有一个12伏的电源 往后打开中央扶手 可以看见里面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然后有一个无线充电的模块 这个还不错 有两个USB的电源 方向盘的左侧这边 还有一个挺大的储格 很深 我感觉我整个小臂都能伸进去 我觉得前排整体的科技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储空间确实稍微有点差 前排调整到我的驾驶位 头部大概还有四指左右的空间 下面去看一下后排 来到后排 首先是空间上 因为这辆车的轴距依然是没有加长 不过我觉得空间还是OK的 前排是我的驾驶位 腿部是有一拳多的空间的 然后头部差不多是有两指的空间 作为一个溜背的轿跑车型 我觉得整体后排乘坐空间是还OK 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中间有一个大鼓包 然后第二就是它并没有给中间乘客来一个头枕 所以我觉得后排它设计很明显就是给两个人做的 中间这个乘客第一是空间上有一点问题 第二就是没有头枕 安全性上也有一点问题 所以这个车后排坐两个人就可以了 然后后排的配置上 这边可以看见有一个独立的空调 并且也是触控式的控制方式 两边是分区的 不过两边座椅的通风加热 还有按摩就都是需要选装的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电源 后排只有一个12V的电源 不过我在海外版本的车型上是看见还有两个USB的电源的 在这个中规版本就都没有看见了 不过整体后排我觉得坐起来乘坐舒适性还是OK的 只不过这个电源是一个小问题 这辆新款的A7我觉得不管是外观跟内饰整体体验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 就是它的科技感营造的非常足整体是那种很前卫的感觉 然后看了一下它跟同级别的对手CLS相比 其实我觉得它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设计上都不输 并且动力上跟同样是高配的CLS350相比 这辆55TFSI其实在发动机的排量上还有动力的参数上还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所以怎么选我觉得你是需要考虑一下的了 然后这辆车它现在预售的是只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81万多一个是88万多 其实价格上还都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你喜欢A7的这个车型又觉得价格偏高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老款 那辆车在老司机APP的真实成交价系统里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优惠的 我看了一下最低配的价格是要到43万多就可以买的 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而且那辆车其实整体的外观 这个6倍的造型也是有的 所以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好 这就是这一期的每天一款试拍车 咱们下期再见